好,那刚刚我们已经讲了积分的前半部 先来看后半部 好,先看积分值定理 那如果我们把不定积分 上下线都给出来 那因为只差一个常数C 不管哪一个函数的不定积分 最后只差那一个常数C 如果上下都给出来 两个C会消掉 所以只会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我把上下都给出来的那种不定积分 就变成定积分了 所以它其实不会有不固定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把它这种定积分 写成不定积分的FB-FA 那也就是变成F-A到B 那这种写法有时候会比这个更简单一点 那因为大F是小F的反导函数 那所以底S分之底大Fs会等于小Fs 那所以呢 A到B的Fs底S 它其实是一个FB加上某个常数 这个常数影响这个常数的原因是A OK 那但是呢如果我把B取得跟A一样 你会发现B取得跟A一样这边一定是0 因为积分式没有面积 这边是0 那它变成F-A加C 这边是0这边是F-A加C 那C应该是多少 C就变成应该是-F-A OK 所以如果你要算出它的C 其实你只要带进A 其实就算得出来 好 那这就是不定积分的概念 然后用求积分词定理 可以去寻找它的那个常数 好 那这边有个例子 如果我要算2S底S 从0到1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已经出的题目了 只是我们出的是S 所以就差一半 那2S底S 其实它就是S平方的微分 所以就是S平方从0到1 那就是1-0 就是1 那刚刚我们那一题呢 是X底S 所以它会变成1分之1 刚刚那一题会是1分之1 好 那以这一题 这边SinS底S 0到P 那因为 Cosin的微分是-Sin 所以-Cosin的微分就会是Sin 所以这边变成-Cosin0到Pi 那就-CosinPi 减掉-Cosin0 减掉-Fu的就是加 所以变成-CosinPi加Cosin0 那Cosin0是1嘛 对不对 -CosinPi也是1 所以就变2 好 那这是 积分值定理 好 接下来要看一些积分的技巧 好 第一个要看的是变数代换的技巧 这有点像 微分里面的 微分里面的那个 链锁规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 我们把 g' of S 写成底S分之底G 那我们 是不是有点除法的感觉 把除法这个 移向 你就会 想到说 那底G就是g' of S 底S 那所以呢 如果我这样子 fu底U 也就是u等于g' of S的时候 也就FG底G 那 是不是我直接可以把这一段 带进来 因为这个底U嘛 底U就底G嘛 底G就是g' of S 底S嘛 所以把这一段带进来 可不可以呢 那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 微分有链锁率 积分也有链锁率 那这边 u等于g' of S 是S的函数 那根据微分略锁法则 底S分之底Fu 就是 底U分之底Fu 乘以底S分之底G 因为G就是 u就是g' of S 就底S分之底U 那U就是g' of S 所以这底G' of S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写的更简单一点 不过这里有点少掉一个 底 你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我觉得怪怪的 这一段 这一段不要看 这一段可能有错 好 所以就是上面这个式子 底S分之底Fu 就是底U分之底Fu 乘以底S分之底G 那这个条件是U等于G' of S 而且一切都是可为的 才可以这样做 好 那它的证明 在这边 我们要证明这个东西 那我们把两边都取 取导数 也把这边为分 把这边也为分 好 那左边的导数呢 你会发现 底U分之底 这个就是Fu OK 这是左边的导数 那右边的导数呢 右边的导数 底U分之底F G of S G' of S 底S 那这个 G of S就是U嘛 变成 如果用链锁规则的话 变成 底U分之 底S 乘以底S分之底 这个 只是我们把它的 链锁规则 一点倒过来 好 那这时候呢 你们会看到 OK 这边的底S分之底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会被拆掉 对 因为底S跟底S 这就是维基分基本定律 就是 后面的这一段数 用维基分基本定律 把它拆掉 拆掉之后 只剩下这部分 所以变成 底U分之底S 乘以这个 好 那底U分之底S U就是G 所以底G分之底S F of G of S 这G' of S 就底S分之底G OK 所以呢 两个 一个是底 底G分之底S 一个是底S分之底G 又消掉 所以剩下FG of S 后面是FU 所以两边的导数都是FU 两边的导数都是FU 好 所以两个的不定积分是相等 好 OK 那 所以像这种东西 你就可以用来求一些 有时候会比较复杂一点的 有时候会比较复杂一点的 积分式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我怎么求啊 有点 看起来有点困难 对不对 S平方加1平方分之S 抵S 那看起来好像很困难 但是你如果套用这一个 套用这个变数代换规则 就会发现 好像没有很难 因为我把S平方加1呢 看成一个U 然后利用变数代换规则去 去看 这样子 这个S平方加1变成一个U 这边是不是变成U平方 分之 S抵S S抵S 这个东西不是刚好是S平方的微分吗 OK S不就是刚好S平方的微分 差一个常数吗 所以我只要把它乘以1分之1 变成 这边就会变成U平方 这边S抵S 就变 变抵U了 那透过这样子呢 就变成2分之1 这个2分之1提出来 提出来是不是 那剩下的是U平方分之抵U U平方分之抵U OK 它是什么东西的微分 想想 诶 这一题 可能各位会觉得 有点困难 来 稍微解一个简单一点的 好 请问这个是多少 S平方分之1 底S的积分 S平方分之1的积分 它会是多少呢 你要先看什么东西 微分会变它 对不对 什么东西 微分会变它 我们看一下 S分之1 其实就是S的 负1次方嘛 根据我们 记过的 微分公式 S负1次方的微分 就是负1 S的负2次方 是不是有点像 差什么 差一个负号 所以这个的积分呢 应该跟 S的负1次方 差一个负号 负S负1次方 所以这个的积分 应该是负S的负1次方 也就是负S分之1 OK 好 所以它这边 为什么这样写 U平方分之底U 有没有 是不是S平方分之底S 一样的吧 好 所以变成 U分之负1 OK 加C 好 所以呢 把U带回去 U是S平方分之1 所以变2S平方分之1 分之负1 加C 好 那如果你要算定积分的话 就把S的值范围带进去就可以了 好 那再看一个例子 Tan S底S 的不定积分 那Tan S底S 这时候我们好像想不到 但是我们知道Tan S就是cosS分之sinS OK 那所以呢 如果 我令Fs是cosS 那F'S不就是负sinS吗 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好像这下面是Fs 上面却是它的微分式 下面是没微分的 上面是有微分的 那就可以套用 就可以套用这个规则 下面是 下面是没微分的 下面是没微分的 上面是有微分的 有微分的 没微分的 有微分的 好 所以就可以套用这样的规则 去算 那用微分连锁率的变数代换法则 Y 等Y of U U等于U of S 那则 底S分之底Y就等于 底U分之底Y 成为底S分之底U 这是微分连锁率嘛 所以如果Y等于LNU 那U等于CosinS 那底U分之底Y 成为底S分之底U 就变成LNU的微分是U分之1 那Cosin的微分是Fsin OK 所以两个乘起来 就变CosinS分之FsinS 所以LNCosinS LNCosinS 它的微分就会变成这个 好 那反过来 既然Tangin就是Cosin分之Fsin 只差一个负号 只差一个负号 所以 那就把它变成负的就可以了 前面加个负号 就是它的不定积分 好 那这种 有时候真的不容易看 因为 你要 很熟 有二个形式 刻意照出来的 那 在某些情况之下 可以套 大部分 在微积分考试的时候 考你这种题目 通常 通常就是在考你的熟练度 那 而且老师会 是从 已经有答案开始推的 那 结果你是要从前面算 算回来 刚好相反 好 那 求定积分 SsinS平方 抵S 那 这时候 你可以令U等S平方 那就变成 SsinU 抵S 那这个S 抵S呢 其实就是抵U OK 所以就变成 这样子 猜一下形式 把S1到后面 那 前面乘一个 二分之一 后面再乘一个2 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那就变成 二分之一 sinU 抵U 因为这个符合那个 那个 刚刚的 刚刚的这个形式 符合刚刚这个形式 OK 好 那所以呢 所以 所以 你就看到 S平方 的微分 是2S 所以你只要看到 这个东西 某个U 跟这个 两个之间 有一个不是微分 一个是微分的关系 就可以这样 泡 好 所以变成 1分之1 sinU 抵U 那这个的 积分 你就看 什么微分 会变成它 就是它的积分 那就 负cosinU 负cosinU 把U带回去 变成S平方 所以它变成 负2分之1cosin S平方加C 好 那刚刚的 那个部分 是 变数代换的技巧 这个待会我们找 一下 英文本的 的范例来出 好 待会再来出范例 习题 好 先 继续看完它 好 一口气讲 比较快 好 接下来要看的是 部分积分 那 部分积分 基本上 就是从那个 两个东西 相乘的 微分开始看 那我们看一下 部分积分的 完整公式 应该是这样写 但是事实上 这样很难记 所以 我们通常会 简写成 integral U dV 等于 UV 减掉 integral V dV OK 这样 其实 它跟 这个东西 很像 跟什么东西 很像 dS分之 dUV 就等于 U'V U'V 加 UV' 这个是乘法公式 还记得吗 还记得这个公式吗 dS分之 dFG 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 好 所以 如果 F是U 然后 G是V 其实只是 变数名称的 一个地带而已 好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样子 那我呢 如果 把这个东西 给积分了 把这个东西 给积分了 左右两边都积分 那 我有点方向 有点反过来 这边的积分 跑到这边来 这边的积分 跑到这边来 OK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积分 积分之后会还原嘛 就变成 把这个拆掉 把Ds分之底拆掉 那 这个的积分呢 就造型 然后把积分 积上去 好 那 所以两个呢 会差一个常数 好 那 这时候呢 因为 加法的积分 可以拆开 就拆开 拆开 这里拖了一个括号 拆开完之后呢 就等于这边 那其实还是要加那个C啦 只是我忘了写 好 接下来呢 你移向一下 移向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usv' s' Ds就等于 usvs减跳 vsu' s' Ds ст 简悬比较容易记 就是uvuv等于udv加vdu 那那个integral加上去就可以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有时候你会看到某两个东西的层积 它的积分形式是某两个东西的层积 像这边s乘以1的s次方 这种有层的 你就可以用这种形式 部分积分公式去解 那你看一下它怎么选择 它选择u等于s v 底v就是1的s次方底s 那u等于s底v是这个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根据部分积分的公式 是把中间这个拿出来的 中间这个 减掉两个相反的部分 减掉这个底s 那 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说 ok s的1s次方 这没问题 我们会算 这个是什么 1的s次方底s积分 1的s次方 还记得吗 我们曾经说过 这个东西在微积分里面是单位元素 1的s次方的微分是它自己 积分也是它自己 所以1的s次方底s就是1的s次方 所以最后变成s乘以1的s次方 减掉1的s次方 s减1乘以1的s次方 但是呢 如果你两个选用选相反 我令du等于 dv等于s 然后u等于1的s次方 那你会越弄越复杂 越弄越复杂的结果 你没有办法算出来 所以用这种部分积分的时候要注意 一边做不出来 就用另外一边 另外一个是部分分式 那部分分式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部分分式的解释 要用泰勒展开式才可以解释 那先看一下它的做法 如果有一个算式 它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它可以写成 s减a的n次方rs分之ps 也如果qs等于s减a的n次方rs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划减成这种 上面都只剩常数的形式 最后再来算 会比较容易 那什么叫做上面都只剩常数的形式 我们看一个例子 就会比较清楚 我看s减1三次方分之1加s加s平方 我也没有办法写成s减1三次方分之a0 加s减1平方分之a1 加s减1分之a2 可以 为什么可以这样 因为泰勒展开式 我们上次其中考之前 为了不要讲积分 所以我们讲了泰勒展开式 现在有用到 泰勒展开式是什么 这个是fs等于fa加上1接分之f分ofa乘以s减a 一直加加到k接分之fk次为分ofa s减a的k次方 那因为刚刚那个是指下面都是减a s减a的几次方 所以任何的一个这种多项式函数 我们都可以把它拆成这种形式 那一旦我们拆成泰勒展开式的形式 我们就很容易 比如说 我把s等a带进去 那就直接算fa出来 那后面这个呢 因为s等a 所以a减a是0 所以后面都没有 那如果要算f分ofa呢 我就先把这个东西微分一次再带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好 你会看到 我们把这个东西想化成这种形式 我a0我只要取什么 0接分之1 乘以这个算是 为什么是这样子 它就展开式 好 因为它就展开式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好 所以a0等于0接分之1 这个 那我s等于1带进去 因为这下面是1嘛 所以我用s等于1带进去 你会发现说 0接是 0接是多少 1 1接也是1 2接才是2 所以0接分之1是有意义的 0分之1是没意义的 0接分之1是有意义的 0接分之1也就是1 然后这边1加1加1 所以是3 OK 所以a0是3 a1呢 a1是1接分之为分式 那1接分之为分式 你可以看到s等于1 所以这个的为分式是什么 剩下1加2s 1加2s 那带进去还是3 所以a1也是3 a2呢 变成2接分式 它的二次为分式 然后s等于1 所以这个为分完之后 就变成这个的为分式 1加2s的对s的为分 那就是2 所以2分之1乘以2 那就是1 那所以三个系数都出来了 把它带回去 三个系数都出来 就可以得到 这一个s减134分分之1 加s加s平方 其实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写成这个形式 那再来计算7分 写成这个形式之后呢 我们再计算7分 怎么算 这个s减1当成一个u 所以这边是u3分分之3 对吧 u3分分之3 那也就是u的负3次方 3u的负3次方 那3u 那个u的负3次方 是它的积分会是什么 我们反过来想 2次的 负2次的为分会变负3次 所以它的积分形式应该是负2次 那系数调整一下就ok了 那这边呢 负2次方 它的积分是什么 负1次方的微分会是负2次方 所以就是负1次方 那这个1次方的s分之1 就是负1次方的积分 那就是ln 这是套公式 好 那所以这个直接 直接拆成 上面是常数 然后算就可以算出来 这叫做部分分式 好 接下来再看 如果有这种 不是一个的三次方 而是两个的情况 那也可以这样算 那只是它一个是a0 一个是a1 一个是b0 一个是b1 那微分式的方式 它在展开式一样可以带 那所以a0会变成这个样子 a1变成这个样子 那每一个都算进去 把它套回去 套回去之后上面都是常数 就算积分就会容易 上面都是常数 算积分就会很容易 这个就变成负s分之1 这个变成3lns 这个变成负s减1分之3 这个变成3lns减1 那所以就可以算出来 那有时候呢 你会发现 s减1的平方 这种东西还好算 可是有时候是 s平方加1 s加1的平方 那或者是s平方加1 这种会有共二负数的 就是会有虚数的 那还是可以套 在高等的微积分里面 它们可以证明说 即使是负数的形式 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套 那套的结果 最后你会有虚数出现 那这种积分是还是可以算 好 那这里呢 就 就先来出个题目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出个题目 出部分积分的 变数代换和部分积分的 好 来 这里 在我们的英文本里面 一定有这样的题目 嗯?出来 算了,我先把录影关掉